我們講一下攝影 我們之前好像都還沒有講過 對 跟攝影有關的 那既然之前講開日本 我們講一下日本的當代攝影 這個比較 怎麼說呢 具體一些 那種泛泛的攝影時 我們就不講了 您對日本當代攝影 其實有幾個人 現在對中國也產生很大的影響 我開始了解荒木經維的時候 對中國影響還不是很大 他是什麼時候進中國 可能90年代 還要玩一下 還要玩一下 因為我印象中 我第一次看荒木經維在 荒木經中國嚴格來講 應該是2000年以後 我好像在那個 我要查一下 他在廣州的十代美術館 做過那個展覽 我就看過 那個已經是08年到10年的時候 甚至更厚了 我要具體 我記不起來 而且荒木 荒木 鏡頭中的那種 情緒 對於我這一代 老一代 或者稍微年輕一代的攝影家來講 是很陌生 因為我們有一個性別歸訓的時代 而荒木 他是很放開 比如說我記得有一年 我到東京 那個時候2000年以後 我在東京書店 看到了這個荒木的那個著名的那個 東京小書 嗯 拍的是東京那個銀座那個 是吧 嗯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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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他要傳達的是一種 世俗生活的放開以後的快感 嗯 而不是拍所謂的悲哀悲傷 因為這一方面的拍攝最有名的是一個叫做 美聯社的一個女記者 拍了一個叫孟滿的妓女 哦 好 孟滿的妓女 嗯 那個記者叫做 可以唱一唱 嗯 他為了進去拍這孟滿的妓女 要跟孟滿的妓女混了一點 嗯 其中有一張照片流行非常廣 就是一個 十四五歲的一個初季 的一個半個體 嗯 再往前追溯就是 柏拉塞 拍的夜巴黎的秘密 嗯 柏拉塞夜巴黎的秘密 一定跟畫家劳特列克有關係 重慾傷感頹廢墮落 是吧 嗯 但是荒木傳道不是這樣 荒木傳道是一種荒 荒愉 嗯 是一種另類生活的一種 旗幟所獲得的快感 這種情緒對中國 我們這個社會環境下所成長的 人的那種固有趣味 絕對是一個衝擊 而且這個衝擊 到了更年輕一代的時候 就能夠更接受它 嗯 更能夠接受它 我們才知道哦 原來攝影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初動力 就是虧視 就是它能夠虧視我們的 密實 嗯 和那種隱私 雖然這個隱私可能也是虛構傳的 沒關係 嗯 我們總以為我們的相機就是一個工具 它表達某種概念 某種意識形態 某種 宣傳的口號 嗯 甚至於某種 大眾歡迎的正面形象 嗯 甜美笑如 然後在九十三代中國要用這個相機去拍 中國各種各樣的階層 有人拍精神病院 很出名 嗯 魯廣 而且不是不是魯廣 呂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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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呂蘭是日本出名的 當時它的九十三代中 它的展覽是在東京展出 當時它用的筆名叫麻翔虎 哦 因為中國沒有人拍精神病的大胎 哦 而且它在一篇文章中說得很清楚 要想 確切的了解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 看兩種人 一種是囚犯 一種是精神病 然後 它那個精神病的這個展覽 在九十三代中 是在日本展出 因為我跟呂蘭是和 但是他不敢用真名 他用的是馬小虎這個名字 所以馬小虎在日本攝影界也很有名 哦 這樣子啊 但是我們人家用我們的鏡頭 傳達一種沉重的沉澱澱的感覺 一種 底層生活的某種苦難 我們總是以苦難為 這種還是 美容 美學 以苦難為一種美學的 還是受到西方的這種 這種 這種計時攝影的這種 對 背後還是計時攝影 其實跟計時攝影 還是有差距的 我們今天越了解的就是攝影師 但是花木不是這樣的 其實花木之前有一個 不過我們把它叫做商業攝影家 其實花木也是商業攝影家 其實也有一個攝影家在中國也頂有影響 不過在專業廣告界很有影響 叫小山寄星 當時他派了一個日本的少女 叫公理會 一下子風行 在九十年代中的時候大風行 很風行 這個小山寄星其實也算很有名的 專門派女性 也有一個 我們認為也是偏商業化的一個 美國攝影家 也很有名 專門派少女的 把這個少女派成一個 古希臘少女的一個 那種朦朧美感 哈密爾頓 但是 花木大概是完全的另外一個概念 真的這個概念 在某一些國家還受到抵制 認為他好像對女性有一種 這是最近發生的事情 對有一種女權主義者 還認為他把女性當成玩物 對當成玩物是吧 對對對 有一種騷擾在 而且的確有花木的一些模特 好像也好像加入這個 MeToo的這個控訴裡面 是吧 這個我不知道詳情 我也不知道那個細節 但是至少從表面現象來看 花木拍他的夫人 一直拍他去世 這個是我最感動的一個 背後的情感 還是很感動 對 對我當時就看這個展覽 我覺得很感動 對還是很感動 一直拍到後邊 一直這樣 他夫人不幸去世 我還是很感動 而且 花木 其實是一個非常懂得 攝影和傳播關係的大家 他知道照片一定要傳播 一定要傳播 在互聯網沒有起來的時代 就意味著移到硬化成 所以我覺得在世攝影家 可能沒有一個攝影家 他能夠像花木亮出這麼多的攝影機 那就意味著花木同時還是一個高手 什麼高手 編輯圖片的高手 是他編輯的嗎 還是有另外的編輯 當然我想可能有團隊 但他自己在編 他拍照和他編輯是有密切相關的 比如說他拍的花 就跟別人不一樣 當然他的花跟他的一項的趣味密切相關 而且我一直認為在今天圖像海洋的時代 編輯其實是越來越重要 他某種意義 他甚至掌握了一種 點石成金化 夫球為神奇的力量 圖片大氾濫以後 我們已經很難討論圖片好和不好 完全靠編輯在大海撈針一樣 像小農你這樣去 整理出來以後 他就會得出一個完全面目全新的東西 花木很早的意思了 所以他每年出很多攝影機攝影術 我看的時候 我每次看的時候 可能我做過出版 我總是對他編輯體力 整個設計我很感興趣 我要找一本來給大家看一下 是怎麼樣 他知道要傳播 而且我在國內跟攝影界聊天的時候 我一再告訴大家 每一個視覺產品的出廠方式是不同的 比如說獨夫的那種藝術 不管他是所謂古典的寫實的商業的還是當代的 他就是要畫廊 他就是要展出對不對 攝影一定要傳播 一定要出版 一定要變成畫質 一定要變成攝影機 他是他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個展示方式 所以一個攝影家一定要明白自己的圖像要處理 如果不能處理 要有一個很好的圖片編輯跟你合作 所以我一再認為隨著圖片泛濫的時代 圖片編輯 今天在影像泛濫的時代 剪輯師 他其實比所謂的攝影家和影像家還重要 而荒木本身是有這個能力的 我沒有看到他更多的文字材料 我只能主觀猜測 他這方面一定有某種限制性 這方面他強過我說的 小章記性 小章記性的確是個商業攝影師 他拍的 的確確 讓我想起著名的商業攝影師 比如說劉曼 比如說加拿大最著名的卡斯 肖像攝影師對不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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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